字幕志愿者 字幕秀 观看 欢迎大家收看《玩家诈人》 我是节目主持人胡亚轩 和我的好拍框 大家好,我是Ku Ko 平時我經常問你 你說你自己很好動 有時那些靜態的運動 你喜歡不喜歡去欣賞 甚至乎有沒有嘗試去玩呢 都會的 其實有時都會看別人玩 如果自己不玩的時候都 你喜歡看什麼運動 都要去看什麼運動 保齡球 桌球這些都會去看 對了 你剛剛的觀眾就一樣 因為我這次的節目中又請到另一位大人 就是桌球的大人周先生 你好 好像Ko說的 他很喜歡看桌球 其實桌球的樂趣在哪裏呢 桌球的樂趣其實就是可以很多的分析 你可以分析每一盤球應該怎樣處理的八球 怎樣去拿高一點的分數 還有怎樣去達到你想做的方位 就是你拿到你想做的效果 真的蠻好 我們以前 去分析了 我經常聽朋友說 很喜歡去讀一下球 去玩這個桌球 我可能就比較 我屁股一點 我比較差一點 我的朋友就不侵我玩的 但是其實在玩這個桌球上面 我就會 勒勒一點點知識上來請教一下你 就是說有這個美式桌球 和這個鷹式桌球 其實他們兩者之間有什麼分別的呢 美式桌球我們會以局數來計算方法 那鷹式桌球就是以分數的比例 選擇誰是贏的 高分就會選擇是贏的 是贏的 沒錯 我們就知道那個美式桌球上面 各種的打法 即是開球這些 和這個鷹式桌球有很大的分別 但是呢 還有就是說 我想先請教一下這個美式桌球 先吧 美式桌球上面 好像那個球會特別大了少少 甚至乎就是說 那個球的數字 有數字在上面 其實是怎樣的呢 那我們開球呢 美式開球呢 先找一個開球球 把球打散 沒有球有一個球 可以落到袋子的時間 就運用一支桌球 就可以打由1號 一路這樣打 選擇到誰能入到8號 或者9號 那就會入贏取勝 已經贏了那一局 沒錯 我原來是這樣打的 我最初的時候 咦 怎樣跟號碼呢 原來是這樣 即是 如果萬一我第一球的時候 可能開球的時候 可能我跟阿Ku打的 我是先開第一球的 我還未能入到球 那怎樣 那就會輪到對方去打 通常他們會打 譬如他們也進不了球 就會輪到你 直至沒有球 一路一路打 打到那個 就算你對方入了很多球 但是那個8號球 或者9號球 是落入你手上 你打入的 取勝都是屬於你 這樣嗎 原來也是9號 我最初 我以前小時候 我就說看朋友打 我就不是很清楚 為何他會贏了 好像可以入球多一點 我有時候都有 原來是這樣 萬一如果我真的 一開球的時候 入了球 我不是入1號球 入了其他球 都當作是甚麼 那就會 也不要緊 那就會輪回 由1號一路打到8號 或者9號球 這樣 對 終於明白 明白了 美式 英式的玩法和計分方法 又是怎樣的 英式的計算方法 就是我們每一局 都是先打一個紅球 然後選取一個卡納球 入了卡納球之後 我們就繼續再打紅球 然後又選一個卡納球 直至15個紅球打完 我們便會選取黃綠菲林拼黑 去打 到最後 誰取得最高分 就是勝方 是 有沒有說 如果我真的好像有些 國際級那些很厲害的大師選手 那樣 就是一整整桌 我最高的那位是多少分 147度 147度 是 哇 很難 這個分數 其實我想問一下 這個 桌球這樣的運動 在香港來說 都很普遍 很流行 其實現在的業餘的水準好 甚至乎運動員水準好 其實那個水準 會不會都很高 現在 以現在的香港來說 一般水準已經提高了很多 不過現在對於 代列英國級的球手 還會是差一點 因為他那邊的練球手法 比較精順一點 因為他們那些在球學院是很多 但是我們香港就沒有這個 就是會比較少 那現在場地方面會不會多了 或者可以在哪裏 會不會方便做呢 都是 都會方便了 因為現在有個體院 我們桌球也是一個重點的項目 那如果在體育院 現在就會有些小朋友的練習 會不會有些訓練 可以給大家分量 那現在小朋友都會 但桌球會不會又會 會比較少 都沒有的 其實因為現在我們香港 那些小朋友 現在很多已經參加外國的桌球賽事 很多都會有些成績回來 給大家看 我就看到有些小朋友 是九歲十歲 有些八九歲 爸爸媽媽已經陪他們去桌球室那裏 或者在那個體院那裏 周先生你是老師 可能說 我們最初初學者 我們應該要學些什麼 首先技巧 或者姿勢方面 我們要注重些什麼 先頭最主要 都是姿勢的選擇 因為姿勢就會比較 如果你的姿勢做得好 你可以做到你想達到那個八波 或者打中的那個波 名字都會高一點 比如說好像我們現在有 英式、美式 其實現在香港來講 通常都是 英式會比較流行一些 英式會比較流行一些 因為它的變化會多些 八波的處理 還有將桌子會比較大些 它們可以每原目 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變化 那會不會說有些規則上面 或者細節 我們要更加清楚了解一點 英式來講 我們都會知道 好像有些特別一點的規則 比如說打個球的時候 怎樣才會 落到另一個對手身上 會再打 或者打到黑球怎麼辦 怎麼辦 是不是會有扣分 這些制度 沒錯 如果你有一個犯規 比如你打明做不到 你想打一隻球 那就會有一個扣分 通常會由四分開始 或者當你扣分的時間 到我打的時間 或者我可以選擇 或者我打不到 想打一個目的米 或者我可以做飛球 做一些不選擇 比如我原先應該打五球 或者我可以打其他卡納球 去當球選擇去打 嗯 我知道你今天也有帶了一些相片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相片上也有跟大家講解一下 現在這一張相片 我們看到這位球手 他用了那隻手 去把那支浪高 將一個白球 即是越過其他球去打 越過其他球去打 對 因為他正常擺在桌面 因為其他球是阻止 他的球桿的伸展 所以他要把手 要拉起來去打 哦 即是總之 這隻手 我看到這個是另一個姿勢 又擺在桌面上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最常見的 這個就是一個套球的姿勢 這位著球星被譽為全世界最漂亮的姿勢 最漂亮的姿勢 哇 大家可以看到這位 這一位就是我們 熟悉一點點 亞洲人 我們中國的梁文博 他現在被一個比較新的新星 是中國來講 他的分數現在就是外面打比賽 已經是一個國際高級的高手 國際高級的高手 另外這位 我看到有一支 這個就是在英式桌球上面 我們經常都看到 有一支好像是 輔助的 其實我們什麼時候 才可以拿到這支輔助的機會出來 幫幫幫幫忙 當我們的身體去到 伸展不到去 我們想打那個白球的位置 我們就會拿一些輔助工具 現在我們看到這支是Lens 他就是用來搏槍 因為我們的審手做不到的位置 就是用來搏槍 放著Q 然後伸展出去 可以打到我們的Q法的運用 另外一張 這是鋁將 鋁將我看到很有型 做了這個姿勢 其實在打唱球的姿勢方面 會否真的一腳是可以離地 還是怎樣 所有的 所有的 比賽的時候 所有的規則 都是雙 有隻腳一定要在地下 不可以有一隻腳 需要有一隻腳在地下 某方面 我們是可以把一隻腳 譬如一隻腳可以伸展到上桌 那個舞球可以 把伸展可以伸展長一點 來做到我們想打的方法 但我很好奇 因為剛才看到姿勢 究竟她為何要這樣做呢 剛才姿勢 我們看到的是 那個女生有一隻腳 放上桌 她是拿來把手放起 她想把白球躲起 跳過黑柴 想打她 要打目的目的目 即是要跳那個球 這個就是我們美式經常見到的跳球 美式出現的 即是一打的時候球會跳起來 經常見過 但自己就好像很難做到 這些技巧通常都是 因為玩開一定有經驗的朋友 這些技巧要練習 大家聽到周先生這樣解釋的時候 讓大家消化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玩家大人 第九代香港冬季購物節又來了 有潮流直銷地帶 便宜淨淨的美容服飾精品任你選 致齊家居潮流博覽區 幫你家換身裝 還有電子消費品和汽車潮流博覽區 最新科技產品率先行 加上年年都熱場迫白的冬日美食嘉年華 除了可以吃盡環球美食 還有勁飲勁食大菜 讓你一賤成名 10元便可以橫掃四大展區 12月24至27號 當然去灣仔會展啦 音樂魔力 重新感受 O-SIM 星星帶 O-SIM 安利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為你提供最合適的家居防火設備 傳統竹麵 懷舊點心 米芝蓮升級食虎 正豆竹麵專家 除菌 防媒 匹味 一枝備長炭 淨化家居 無困難 全港唯一備長炭專門店 炭資源 全港首創 漬湯油水燒龍蝦 特價38元 還有備製五色生蠔 和過百款燒烤入你選 想試一下 如何將川式燒烤 融入港式風味 那就快點來 佐敦的龍蝦燒試一下 訂座電話 2780-0088 要藉著甲荃 就要用真正無甲荃的傢俬 Cubis 令甲荃智慧家具可自由組合 快點登入這個網址看真點吧 100%韓國製造 設計時尚 取材環保 全人手製造 盡顯獨特過剩 韓式閃耀 盡在Design In Me 刺激品味觸覺 緊貼潮流蜜薄 發放聚音資訊 和你一起享受生活 Torci of Life 走在時代尖端 和你一起創造優質人生 Torci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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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我喜歡做些甚麼 當然是吃東西啦 我這麼喜歡吃東西 但我一點都不讀吃的 這麼多美食 當然要做一推介給大家 當然還會找到成宗名廚 跟大家一起DIY 記住黏著我Civian 就每天都吃得開心 我是香港青年新動力主席陳志豪 祝APUS生日快樂 好 回來玩家大人 繼續有胡逸軒和我的好拍檔 這裡還有我 阿Ku 阿Ku 你先請我們今天的大人出來 當然是出球大人 你好 周先生 剛才跟大家介紹了 美式桌球和英式桌球的分別 還有一些規則 還有原來打桌球的姿勢 其實我們經常看到那張桌球桌上很華麗 那張桌子很華麗 究竟他們上面那塊綠色的那塊是用甚麼質地 通常都會用兩毛來做的 我看到你今天帶了上來和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就是美式還是英式呢 這個就是英式的桌 英式桌 平時打散的桌球桌也會摸到 我記得另一半的 另一半是這個 不同的 深色一點的 這個就是美式的 這個就是美式的桌球 那它就會是比較 那些毛比較薄一點 那波的流動會比較快一點 因為其實美式的桌球比較大 那它需要… 還有桌子比較小一點 需要用多一點的 如果用這麼厚的話 那張桌會很慢 嗯嗯嗯嗯嗯嗯 即是在桌上的設計 除了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布上面有這個分別之外 其實那張桌上面的 是不是在那些洞口方面 各方面的桌的設計 都會有很大的分別 其實會有的 那英式的洞口會比較細一點 尤其是尾袋 四個尾袋會比較窄一點 是 中袋會比較闊一點 是 但是美式的桌子比較細一點 嗯嗯 但是尾袋 尾袋就會比較闊一點 是 中袋就會比較窄一點 這個就是他們的分別 哦 問完桌子呢 我就覺得應該要問一些 主要的那支Q的 那初學者會不會說 要選擇什麼Q會好一點 或者要付出多少才會適合他自己的呢 那通常都會選購 初學者通常都會選購一些 低檔次或者便宜一點的Q 來做入門版的Q先 那他們會以一些接受的那個質量 會試一些新一些的東西 嗯 就是最初開頭的時候 初學就最好 入門級吧 對 入門級先啦 真真正正喜歡自己在玩的運動的時候 就可能買貴一些 對啦 通常我們俗稱的 唱一球的那支Q 通常他們是用什麼木做的呢 那現在英國的Q 通常都會用白納木 即我們稱之為ash 嗯 或者用maple 即是我們的蜂木 就是蜂木 他們經常都知道 那些Q很有型 很漂亮的一支Q 我們平時出去 我們一些柴娃娃玩玩的那些 就知道在桌球室那裡 會有供應那些很普通的 桌球 那些Q給我們 他們那些是一支過的 我看到他們一支過 但是我就知道你們那些 很有型的私家Q 就可能好像分開兩節 就要組裝出來 其實是不是真的 會有這樣的設計 其實一支 一支那麼長的設計 不多好 其實如果說最好的選擇 即如果你不嫌攜帶方便 一支過是最好的 一支過反而是最好的 對 它出來的力和壞的機會會少一點 當年現在 很少再出二分一的Q 因為它壞的機會會多一點 而且球桿的力會變差 再有四分三的Q 當一個發明家發明了四分三之後 所有人都不會再選擇 用二分一的Q 哦 原來有這麼多的學問 有學問 對 但我很想先問周先生 好像桌面上這一支 這麼有型藍色這一支 那這支的Oil究竟是怎樣用的呢 這支Oil通常我們會用來保養Q 通常因為Q會受到天氣的影響 因為當你濕度低的時候 那些超過水分就會被抽乾 因為我們要維持它裏面有水分 所以要選擇一些Oil 你塗在Q身上 讓它吸進去補充它裏面的水分 哦 原來是這樣 或者我又想問一問 其實一支Q 雖然是用木做 但我們永遠都會知道 經常看到那些 在那邊搓 在那邊搓 很有型的 在那邊搓 用一塊這個綠綠的色 藍藍的色的那塊 在那邊搓一搓那個Q的頭 其實綠綠的色藍藍的色的那塊是甚麼 那塊是綠綠 其實那塊綠綠的作用和用途是甚麼來的 那塊綠綠就是用來將皮頭裏面 我們所要行的Q法 就是靠綠綠和波的摩擦來做出來 譬如我們有些波想做它向後退 那就是要靠皮頭的摩擦來做出來 是 就是這些呢 如果萬一我真的說 可能說這些 這個頭也算是消耗品 那消耗品 譬如我真的用我自己的C加Q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開始用到 頭有點挖了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可以 有方法換的 是 通常我們就是用膠水去黏 現在我們香港這邊 通常都是用黃膠去黏皮頭 如果在外國 他們會選擇用快乾的膠 快乾的膠 是的 那麼我們這些是可以一個專業的球手 可以自己去DIY自己換的 還是要找一些專業的人士幫我們換的 一般他們專業的球手 如果他有認識 他可以自己去處理 但是大部分 他們都會選擇找一些經驗的師傅幫我們來 嗯 剛才提一提DIY 我也很好奇 其實球肝可以DIY自己訂造 或者這樣可以嗎 可以 所有的球肝都可以隨著你們的需要 比如重量或者長度 去配合你自己的身體 可以這樣嗎 一般是用身體的體重去成為這個Q的比例 一般會是用高度 基本上我們限制就是他一定要穿一件衣衣 穿衣衣 一個背心 這是一個標準的限制 以及要打暴胎 一定要打暴胎 是的 我看到每個人都很有型 打著暴胎 很斯文 那件衣衣是不是一定要白色 不需要的 衣衣的顏色可以自由配搭 是的 就是一定要穿衣服 就是武球都要穿那件整齊的衣服 衣衣打暴胎 就位置OK了 沒錯 就是鞋、褲位 這些就全部是皮鞋、西鞋 皮鞋、西鞋 總之就是標準就可以了 稀稀文文 稀稀文文 女士呢 女士有沒有特別限制 女士都沒有 都是要用這個襲衣、西褲為主 又是鞋胎 以及背心 這是標準的 我又有一個好奇的問題 通常有些女士都會覺得 因為我看到有很多那些 桌球的女將 穿著那套衣服 他們是穿平底鞋 還是穿高跟鞋 我想問一下 大部份來說 都會穿平底� 因為我們企衛各方面 是要盡量去平衡身體 很少女士會穿高跟鞋 去打比賽 都是平底鞋 就是平底鞋 明白明白明白 我又有一個很好奇的問題 我好像曾經見過網站 為何有雙打的 比賽跑出來 真的會有嗎 是不是真的會有 現在的賽事裡 有些選擇了雙打這個項目 現在最新的會見到 我們會見到有些潮帕 我們現在俗稱的潮帕 就是說 譬如我和你一隊之下 我入了球 下一個後端就是你打 當你再入球的時候 就會輪到我打 現在是最新的潮帕 這個就是最新的玩法 沒錯 原來是這樣 譬如說我們在比賽當中 譬如我們身為觀眾 我們在現場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真的不可以出聲 甚至乎在對手與對手之間 大家在台上比賽較量的時候 他們又有什麼守則要遵守呢 當然了 當他比賽進行中的時候 一個對手就不可以在你面前 做一些動作而影響了你打球 或者出一些特別的聲揚 而影響了你的思考 或者影響了你的… 心理粗質 對 影響了你的注目度 因為這樣會影響你打球的進成 但有時我會見到那些選手 都會有 譬如說我和你打這樣 你打完之後你的球就不進了 然後到我打的時候 有時可能我會圍繞著桌子 走一走研究一下 應該可以怎樣打的時候 這個時間的時候 有沒有限制的呢 其實那個時間上面 通常現在的國際賽事裡面 就沒有特別的限制 你需要多久去打出一隻球 嗯嗯嗯 不過通常想到就要打的了 有些球手 因為他要根據他的打球的方法 他或者會清楚怎樣分析一盤球 我應該先打哪一隻球 而調哪個位置去選打其他球 所以他或者會用很多時間去分析 嗯嗯嗯嗯嗯 所以那個時間或者會比較長一點 嗯嗯 這樣的時候最好就是打這個桌球 最重要是思維清晰 那就好多謝周先生跟我們說了這麼多 就是關於桌球的知識 如果大家真的 真的忠誠於我們運動的話 就不妨可以買一隻私家翹 然後練好自己的技術 說不定你將來可以成為這個桌球的命日之星 好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們的節目的話 就可以查到我們的網址 就是www.aplus510.com.hk 或者用你們的智能手機 就是下載我們的Apps 就是搜尋 Aplus隨時隨地就可以欣賞我們的節目 好再一次多謝周先生 我們今次的時間差不多 讓大家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有玩家大人 我們下載的時間